他新的女儿37岁的贝东丹当选泰国新的总理了 他这么年轻为什么就能胜出呢 不管怎么说吧 他的当选对我们中国来说那是第一号 大家好欢迎来到张美顿平 外界普遍认为贝东丹太年轻了 从政的履历也不丰富 政治经验的那也不够老到 但是他所具备的条件和能力 再加上当前这个泰国特殊的时期 他的当选也并非意外了 主要是有三方面的原因 家族的力点 泰国政治的变化 以及中国的影响力的扩大 他新家族在泰国农民和城市平民之中 有极高的支持率 这部分人口是泰国的基本盘 也是泰国的大部分的人口 这就让他新家族有了非常强大的政治基础 也有了政治实力 在泰国政坛内斗和妥协之中 就更有资本 他新家族作为泰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巨头 已经深深的植根在了泰国的发展脉络之中了 和其他的势力的关系也比较的融洽 政治和利益关系也相当的密切 所以你看他新的家族 从泰国社会的底层到高层 其实都有比较牢固的执政的基础 被东单虽说是年轻吧 但是他对政界也并不陌生 对泰国的政治那也是有切身体会的 他父亲就是当过总理 他姑姑也是当过这个总理 而且他受过良好的政治训练 你看不久前的 为了家族的利益 他开始设足政坛 那么在政治活动中 他表现出了非常强的敏锐度 号召力和亲和力 再看泰国的政坛 正在发生一些变化 泰国王室和军方是泰国社会的主要的力量 他们倾向于平稳的发展和改革 与原本并不是很融洽那些保守派 反而有了更多的相同之处 二者现在正在趋同 而王室和军方对比较亲美的远近党 所主张的那些激进的政策和立场 是感到很不安的 自然也就选择了有实力 而有相对温和的维太党 当然维太党现在就是他姓这边的 现在被动单就在担任维太党的党魁 世界范围之内正在处于一个大的变局 中美在东南亚地区的博弈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 泰国目前在安全上 那还是依靠美国 但是泰国在未来的发展上 和中国的利益关系那是越来越深 在安全和军事上 也在和中国在加强合作 也就是说 由于中国影响力的加大 泰国的王室军方和保守派 都不想再过多的去依靠美国 被美国去锁住 泰国正在原有的道路上 做出一定的调整 这正是泰国 他未来方向的一个调整敏感时期 所以他们对比较亲美的激进的远近党 就产生了警惕 作为我们来说 当然不会介入泰国的内政 但是通过这件事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当我们的影响力逐渐增大的时候 对地缘关系和地区政治 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 他信的家族呢 他不亲美 在美国呢 也没有什么利益 这个和菲律宾的小马克思那边 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他信家族对我们中国呢 也相对比较的友好 而且和我们中国的利益 那是很深的 来往非常的密切 你看他信在海外流亡的时候 我们也尽我们的能力 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嘛 被动单当选总理 他首先呢 不会采取亲美的政策 第二 要尽可能保证台国 在稳定的过程中 进行各种的改革 这两样呢 都对我们中国有利 再往大里面看啊 泰国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 就会更加处理好 东盟内部的关系 那么东盟的稳定呢 那对我们的发展来说 那是更大的利好